哈囉大家好,我是查克爸爸啦 歡迎來到Marvel Snap的牌組分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牌組是我非常喜歡玩的 吹毀流的進化版 影片開始前,麻煩大家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通知喔 那為什麼是吹毀流的進化版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的收藏等級 我已經超過了486 應該說我已經進入了486 我第一張拿到了救援Rescue 那我第二張就拿到了死亡女神Death 有了這張牌,各位觀眾 吹毀流直接再往上升一個檔次 那大家記得我之前分享了一個 12的最穩上分牌組就是我們的吹毀流 搭配我們的惡魔恐龍嘛 那還沒看過這部影片的 我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欄 那我在12的這部影片呢 有分享了一些吹毀流的基本組合跟COMBO技 那還沒看過的人可以去看一看 或者是還在12想要充分的玩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那我們就回來今天的這個核心卡牌 死亡女神 死亡女神是久費12點傷害的一隻大怪 那他的他的他的能力是本局對戰中沒有一張卡牌被摧毀 能量就減1 這個很好理解很強大 那剛剛好呢 剛剛好呢搭上現在的熱門區域死亡領地 好,死亡領地的效果是什麼 每當你在此區放置一張卡牌 該卡牌就被摧毀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我組的這副牌 我組的這副牌是Death Destroyed 是搭配死亡女神的摧毀流的第二版 就是我剛進來持三 但是用這副牌還是不會趨於弱勢 應該這麼說,持二進到持三 如果有很多卡牌不足的話 很容易被擁有比較完整持三卡牌的牌組給女 但是這一副牌,這一副摧毀流 搭上死亡女神再持三 並不會趨於弱勢 而且再搭上現在死亡領地的關係 所以其實整體的發揮效果非常強勢 那這副套牌裡面是一張牌 都是持二以前的牌 那唯獨這一張死亡女神是持三 那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副牌的重點 這副牌的Eve牌我放了三張 那會在這副牌裡面放到這三張牌呢 是有兩個原因的 第一個就是他們本身的能力都不差 都是有不錯的效果 那第二個呢 就是都可以搭配我們的Killmonger 齊爾蒙格去做一個combo 把這張Eve的小牌都殺掉之後 我們可以確保我們的死亡女神 一定可以減到三點的花費 那這三張牌呢 好用的地方在哪我就一一說明 第一個這個星星 它被摧毀後場上的所有戰力加 摧毀流必備的一張Eve核心卡 那第二張呢是這個 永度 永度為什麼好用 除了它是Eve可以搭配我剛說的 跟Killmonger的combo機 去讓死亡女神減一點消耗之外 它的效果是移除對方 牌組最頂端的一張牌 它雖然寫移除對方牌組的這張牌 但是它這個動作等同於摧毀 也就是說我丟永度出來 直接拉起對面一張牌 砍掉對面一張卡 如果砍到核心卡 砍到比如說移動流的奇異博士 海姆達爾 或者是分身人 這種核心卡 一砍下去直接賺翻 除了砍掉對面的核心卡之外 同時讓我們的死亡女神耗費簡易 所以起手抽到它不用猶豫丟出去了 好那第三張Eve牌是我們的Angel 這張牌我以前就算是摧毀流我也不放 它的道理跟金剛狼有點像 一費兩點傷害 我的牌組有一張牌被摧毀 它會自己飛出來替補它的那個位置 看起來好像有點用 但是其實說起來蠻雞肋的 其實當時我覺得這個能力蠻雞肋的 但是在現在有死亡女神以後 這個效果就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玩死亡女神這部牌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 如果你死亡女神的這個耗費數控的好的話 假設這一場真的很幸運 這場比賽裡面有七張牌被摧毀 它剩下二費 十二點傷害 那等於說我就可以在最後一輪打出死亡女神 以及上氣 兩費加四費六費的combo 所以死亡女神的耗費 場上的摧毀數如果控的好 那這部牌組的爆發力會非常強 很容易在第六回合讓對面有一個驚喜 也就是代表很容易snap得手 好那為什麼Angel在這部牌組裡面強 好那我現在舉個例子 那假設我現在場上有了Bucky 那我丟了這個死亡戰士很基礎的combo嘛 那站下去之後Bucky死掉 除了伸出酷玩戰士之外 Angel也會飛出來到同一個區域 那假設下一回合我手上有Killmonger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在下一回合丟出Killmonger 再去把我們的Angel給殺掉 這樣子就多減了一點摧毀數 大家懂這個意思嗎 六回合 整個遊戲裡面只有六回合 我能利用前面的回合的效果觸發 而來無損打出我們的Angel 同時再接我們後續的combo 大家能理解這個邏輯了吧 所以前面這三張Efe小排呢 我覺得在這一組牌組裡面都非常重要 好那接下來二費的也有三張 那Bucky就不多做解釋了嘛 核心卡 還有血蜘蛛也不多做解釋了 好那我們要來看到是這一張金鋼狼 為什麼 為什麼在這副牌我把金鋼狼放進來 在前一副摧毀流的持二牌裡面 我並沒有放金鋼狼 有位觀眾也問了 為什麼不放金鋼狼這個問題 那我的主要想法是這樣 因為金鋼狼它的效果是會被放置到隨機區域 這個隨機區域在我們持二的這副牌 這副摧毀流牌的時候 它的不穩定性帶來的負面影響呢 大於它三點戰鬥力的這個影響力 所以在持二的那副摧毀流我並沒有放金鋼狼 我把它用其他卡牌取代 那這一副牌為什麼放金鋼狼回來 因為我要的是金鋼狼能夠再度被摧毀的能力 我這邊做個解釋 如果二飛我丟了金鋼狼出去 然後在三飛的時候呢 我丟了死亡戰士出去 金鋼狼被殺掉之後往旁邊飛 那下一回合呢 我再丟血蜘蛛出去 那金鋼狼又被再吃掉一次 那它再往別的地方飛 因為它這邊已經被摧毀了兩次 也就是代表我的死亡女神 可以多減到兩次的消耗 對不對 所以呢 金鋼狼的好處的好用的地方就在這邊 尤其呢 現在又搭上了死亡領地 等於說一開始第二回合 如果死亡領地在第一第二場地就出現的話 我跟你講我會毫不猶豫的把金鋼狼 直接扔到那個場地裡面 讓它死掉然後再復活 這樣子我排隊裡面或是手上的死亡女神 就直接變成巴廢好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把金鋼狼 拉進這個牌組的原因好接下來第三張牌 是這個鋼鐵星鋼鐵星的用法跟金鋼狼有點雷同 就是它就是直接要被摧毀了一張牌 那它可以直接在常常有兩張或是三張怪的時候 就直接丟到死亡領地裡面 讓它觸發它的揭示效果 幫隊友加攻擊力之後直接被摧毀 然後降低我們死亡女神的耗費 那接下來這三張 齊爾蒙格 然後劍齒虎跟死亡戰士 也都是摧毀流的基本核心牌 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那最後呢我補上了一張上氣 在這個牌組裡面 去預留一個counter的空間 那上氣的好用之處 就我也不在這邊多做說明了 大家應該都知道 好那這副牌呢大概的核心概念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直接來打幾場實戰給各位看看吧 好我們第一場 我們第一個場地是意念領地 這個對我們的死亡女神不是很優 最糟的狀況就是如果我前面堆了很多 結果他還是卡六費的話 那這張牌等於直接送給對面 直接送給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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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吧 對面也是摧毀流 對面也是摧毀流 那我的死亡女神就高機率可以 這盒可以pass掉 我這盒可以pass掉 我覺得對面也是死亡女神 我們要打內鬥了 啊哈 死區域卡牌不可被摧毀 啊哈 他糗了 可是 好我也要計算一下我幫他摧毀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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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一回合一定要丟死亡女神出去 可是我會留喪氣給他耶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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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死亡女神變成零費的 我就下這邊吧 然後我的上氣 上氣送他 我不用上氣 但是 這樣子 哦 他送了我一張垃圾 有點討厭 他送了我一張垃圾 他送了我一張垃圾 對面 我先Snap吧 對面的勝率很低耶 我上氣給對面嗎 對面應該會覺得我會下浩克 媽 欸 對方撤退了 這把是摧毀牌內鬥耶 那可惜這把對面提早撤退我們只賺到了一顆魔方 第一場有點可惜是因為是意念領地的關係 所以我們變成提早要下死亡女神了 沒有辦法在第六回合 等於說我們的第五回合幾乎就是決勝局 第六回合能翻盤的機會不大 好我們進入第二場了 好我們拿到了對面的鋼人 那為什麼連續兩把 Angel都先抽到啊 連續兩把就先出去吧 對面也是摧毀 哇連續兩把內鬥是吧 好連續兩把內鬥 鋼人的好處就是在死亡領地無法被摧毀 那對面應該也是下鋼人吧 喔對面下Bucky 先拿到了六點傷害的酷寒戰士 然後天使這樣飛出來 本來就應該這樣 本該如此 我先把金鋼狼下下去 喔對面 對面拉了很多伊費的怪 喔這樣子的話 我這樣子就是我剛剛前面介紹 我金鋼狼已經觸發了一次 他的效果之後 我的死亡女神已經少多減一點了 然後這時候我的血蜘蛛再丟這裡 那這樣的話金鋼狼又可以再被扣一次 所以說我等一下的死亡女神就變成二費 我先丟這個好了 我先丟這個 這樣我等一下我的死亡女神直接變零費 對手Snap Snap Snap 哇對面是摧毀氣牌流耶 十二點傷害耶 十二點傷害耶 我等一下要用上七去打他的那一隻 好來我丟 我先下這個幫他們三個人加一費之後 再下 他 先這樣BUFF就好了 好 沒有比較賺 我這個要怎麼擋呢 對方先手 所以我的上七高機率可以打掉他的 天啟 我這個十二費 下在這裡是打平耶 我想一下齁 我先丟他 再丟他 對面天啟一定不會下在最右邊嘛 那對面前提 天啟一定是下這 因為中間也不能下 沒什麼意外的話 這一把就是 把對面的天啟轟掉 然後第一跟第三區域就拿下來了 那對方很有信心的Snap 我就也跟進囉 天啟 很好就跟我們計算的一模一樣 這邊就有注意到一點 對面的ID下方是有金色邊框 所以對方會先觸發他們的翻牌動作 那對方觸發翻牌之後 這時候我的上七再接著翻出來 就會觸發我上七的能力 把對面的天啟給打掉 這個觀念呢 這個小知識呢 我在 右上角 那大家可以點右上角的連結 可以看到我講 一些小知識的系列 這是其中一集有講 其中一集裡面有講到的一點小知識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也可以去看一下那邊的影片 那我們這把就順利拿下巴克魔方 我們就直接進入下一把吧 好接下來我們就進入第三場實戰 這一場的棋手 還不錯 第一個場地雖然是下水到戰力減移 但是永度一開始就拿到了 就代表我一開始就可以 讓我的死亡女生減一點套費 喔!對面的上七被刷掉 很好 刷到一張不錯的牌 中央車站第五回合 有沒有 這邊剛好給各位看 我的死亡女生出來 就已經剩下八費了 這就是永度的威力 那這回合我們就pass吧 這邊抽了我們一張牌 還好死亡女生已經在手上 就這樣 伽卡馬實驗室 這把 這把沒有 死亡領地 我們的 這把沒有死亡領地 也剛好讓大家看一下 死亡女生在這個牌組 普通的場地下 能盡量減到多少的耗費 對面有金鋼狼,又有雞寶 對面應該也是氣牌組 對面已經沒有 我等一下可以直接把他的浩克轟掉 還是這個時候就先轟 確保這一區域拿下來 上氣是摧毀吧 那這樣子代表我的這個也在減移 我就直接摧毀掉他的浩克吧 他的凱居然下這裡 他虧大了 那頂多就是我的 我的Bucky沒辦法變成酷暗戰士而已 那我可以在這裡做一個combo 然後讓我的死亡女神變成無廢 所以 所以 對面拉了13號特攻,我拉了 我怎麼打呢?對面應該不想跟我搶GAMMA實驗室,他手牌剩6張 所以對面中間區域就送給對面了嗎?也不用啊,我這樣子丟不就拿下來了嗎? 然後最後這個補在這,我就拿這兩區吧 可以吧?下水道就送他 那這把我覺得可以Snap 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我贏的紀律應該是7-3開吧 WOW,Thanos是什麼啊?我第一次看到Thanos耶 誒?Thanos這張牌是...我來看看 對戰開始時,將6張無限時洗進你的牌組 力量 喔~~ 好酷的一個牌喔 誒各位這個,薩諾斯蠻酷的誒 這張牌好像還沒開放嘛 這蠻有趣的誒,大家會對不知道不熟悉的卡牌有興趣嗎? 那我之後似乎可以做一些影片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覺得不錯的卡牌介紹 或者是怎麼搭配牌組的組合好了 我目前是剛進到池山 然後只拿了4張牌吧 各位看一下 我影片一開始只有到這邊嘛,死亡女神 那我其實進池山到533等級以後 我也才拿到了第三張宇宙書士亞當 第四張紅骷髏 我今天才拿到紅骷髏這張牌而已 那我還...我池山才剛進來 那這部影片的重點呢就是跟大家講 如果大家運氣跟我一樣不錯 有抽到死亡女神的話 那可以參考我這一副牌的組法 然後就可以讓剛進池山的觀眾朋友們 其實也可以打出不錯的勝率 我剛連續三場都算運氣不錯 那拿下了三連勝 那如果大家跟我一樣剛進入池山 然後又運氣不錯有抽到死亡女神的話 那我非常非常建議大家可以組我這副牌 那我也會把這副牌的複製碼放在資訊欄 跟留言處置頂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下訂閱支持一下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是我做影片的最大動力 那也歡迎大家在留言區討論 哈克爸爸也是這個遊戲的新手而已 我也才接觸這個遊戲兩個多禮拜而已 算是上癮了覺得非常好玩 那之後也會做更多的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也可以把這部影片分享給喜歡玩摧毀流的朋友 或者是剛進池山的其他玩家朋友們 來一起體驗看看摧毀流的好玩之處吧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次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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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